I'm close doors, I'm a fool for your love Hello 岩石摄影,岩石摄影 既然大家这么想看这个关于岩石摄影的教程 关于这个Mavic Gear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一次 其实它应该是叫做动态岩石 但是官方说叫岩石摄影 那我们也就叫岩石摄影 其实这个东西并不难 但是要做之前的话 大家需要准备就是电池电量一定要充分 比如说你还剩下60% 50% 这样的电量去做这个岩石摄影是不理智的 因为很有可能电量不够的情况下 你拍的东西没有拍完整 那最终的结果你可能就需要又要再换电池 没有必要 那大家最好是比如说 今天准备要去做这个岩石摄影的话 那你可以三块电池充满之后 然后带出来 然后今天就光做这一件事情就好了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去怎么操作吧 好的 无人机升空之后 点击右边这个胶片 选择延迟摄影 然后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的话是 就你自己自动往前飞 第二种的话是 绕圈 环绕飞行的模式 第三种的话就是朝直线 朝直线飞出去之后 你可以选择一个主体 然后它去规划这个航线来飞 第四个的话 那就是你自己去设定几个点 然后这个无人机它会照着你设定的这几个点 去做这个方向的一个飞行 好的 我们先选择直线模式 然后这个情况的话 你要需要设定几个东西 好的 这边你看到之后 你可以选择总体的这个 拍出来的岩石摄影的这个长度 那我们大概选在7秒的样子 然后interval这个位置 你要看到的就是 无人机 你有看到两秒对吧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无人机 它每间隔多少秒拍一张照片 那么选择每间隔三秒拍一张 然后这个最右边现在就是一个速度的选择 好的 调整好你需要的角度之后 右边的这个圆形录制按钮 你就可以按它就开始录制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frames是175 也就是说这7秒钟的时间 的一个延迟摄影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出来之后 它需要拍摄175张照片 选择好主体 然后点击录制 好的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175旁边的这个1 会变成它开始累积往上增加 就是现在开摄了多少张照片了 然后这个过程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它会去规划路线然后去帮你拍好 好的 然后第二段我们选择中心环绕模式 选择好之后同样你在这个画面中间 选择你需要去环绕的这个主体 那我们大概选一下就中间这个草坪吧 选择好之后同样就直接开始 那下面这些参数就是多少秒 然后具体拍多少照片 然后总共就是总共时长是多少 还有就是每间隔多少秒拍一张照片 这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了 好的 都选择好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点击开始 然后它就开始拍摄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自己规划路线这个问题 那选择好你现在第一个画面之后点加号 然后你可以选择无人机接下来的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同样选择好之后 依次按加号依次类推 那你可以选第三个第四个点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选三个点 但是因为你选择好最后一个点之后 无人机录制它是从最后一个点往第一个点去飞 那比如说你想想要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 就是你自己喜欢的方向 那你也可以把最后一个点设置成为你需要的第一个点 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节了 那选择好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录制 好的 那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就是关于Mavic Air 2这个Fly App里面有很多智能模式 那所以其实延迟摄影你照着它的这个去做 其实也没有多难 其实大家要注意的也就是一个电池电量的一个准备 那你要电池要充分 再来就是你的这个拍摄时长 你已经要大概有一个概念在你脑海里面在拍摄之前 然后再来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一定一定使用手动曝光加ND滤镜 因为延迟摄影你拍的话比如说像云层很厚的天象 像今天这样的话 云层是不停移动的 那如果你没有使用ND滤镜用自动曝光的话 你的画面会忽明忽暗阴晴不定 这样拍出来效果是不好看的 那一定是手动曝光设定好曝光参数之后 然后用准确的ND滤镜去飞 好的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